我觉得很开心 基本上都是两万块钱 就是一张文票 差不多三千块钱就是一块钱 所以两万的话六七块钱吧 其实很便宜吧 这什么东西啊 西兰吗 西兰吗 西兰卡 西兰 真的是 有猴神哈努曼 把这个山给移过来的 来自于印度史诗的罗马耶纳 拉玛亚纳 咱们自己都可以去讲这个故事啊 另外这一次东南亚之旅是真的把我给搞的喜欢上这边了 尤其是泰国嘛 可惜泰国的签证太难签了 我本江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走高山嗯 走高山哦 还尽量了 走高山哦 好 走高山了 几个快点 好的 股能看 离开 股 好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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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意大利人 听他们说话这吊吊 是23到31 现在肯定没有最高温度31 但这感觉是一点都不舒服 现在最多也就是267278 但这叫做一个 闷热 这中午好不容易 建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狠狠地上了小厕所 狠狠地上了小厕所 然后就出门 然后就出门 出门之后先吃饭 吃完了饭 就一路走过来 这个非常好 这里让我想到了我在加德满都时候去的那个猴庙 加德满都的最高点 可以完全俯瞰你加德满都 这里就是相当于俯瞰朗巴拉邦了 对吧 没有什么高的建筑 全是这种平的 包括我住的酒店也是这样 感觉都是两层最多了 稍等我 要稍微一照一张相啊 未来的 行 接着走吧 来山下你就能看到这个 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个京塔 这个角度没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我找了一个咖啡馆 然后在里面充电 稍微吐槽一下咖啡馆里面的这个咖啡 我要了一杯冰的拿铁 但是说实话有点坑 虽然不贵 20块钱左右 再说实话量似乎是太少了 好吧 走吧 绕这个走一圈 还是可以走得动的嘛 算了 我往那边去 反个方向绕算了 好感觉我又看到那个在东南亚经典的一幕了 老夫烧妻 一位白人老外 然后他们也是一位年轻的东南亚姑娘 然后也许还有他们的爱情结晶 另外就是 今年暑假的这个旅行理论上来说 马上就要到头了 明天理论上就是差不多最后一天 虽然我买了张票 他需要到云南去转机 但是 基本上我觉得 哦 这里都可以下去了 那我从这拍一张吧 别紧 还没到下去的时候呢 看到那个大铁桥了嘛 然后 看一下那个渡船在哪呢 看见啊 看不见那个渡船 看到最漂亮的那些顶 肯定就是佛寺 真好看 室外桃源一样 我学生就说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养老 好的 行 现在已经是三十分钟 我们再聊十分钟 让我要准备下播了 说实话就明天差不多一天 最多再加个半天吧 一天半 我还是比较有法 我肯定用不完 这个就没什么太多可看的 毕竟今天去了一个 觉得已经是看到头了的东西 主要还是看一下 朗布拉帮的全景吧 那边应该就是朗布拉帮机场 稍微等一下 天空有点不太作美 天空有点不太作美 不过这也是这段时间 总体来说都是这样 毕竟太风天啊 今儿能不能不给你 下大雨都已经对得起你了